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节目 我是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就是 股市达人郑瑞宗郑老师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一周的开始 今天台股是开高走低 但是盘面上的个股 AI股今天怎么了 赶快来请教我们的AI达人 郑瑞宗老师 今天大家是不是被震撼教育 吓到了耶 怎么会这样 因为早盘一度涨了170点 然后指数跟AI的股票 大概在11点过后开始翻脸 最主要是因为伪创的部分 大概在11点过后呢 就加速杀到跌停板 那这个一跌停板一锁 那这个市场的信心 短线的信心就动摇 看到像广达 技嘉 华星光 那一堆所谓的AI的龙头的标股 对 就跟着杀到跌停板 真的就都亮绿灯了 那指数就从涨170点 杀到翻黑 变成反跌211点 来回差了381点 所以今天呈现一个非常大幅度的震荡的走势 那我先讲结论 那这一些AI股票的拉回 就是因为其实涨了也真的是不少了 是涨多了 对 那市场本来就是一窝蜂 看到还在涨 大家就一起追 股价就涨 一旦看到就说 有人先亮灯跌停 就怕怕了 对那想说不管3721反正有赚就先卖一趟 所以连广达这种股票也就跟着跌停板 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常在讲就是多头就是还涨急跌 那其实最近AI还不是还涨还是急涨 所以会涨停的股票 其实它就是会跌停板 那强势股在拉回过程 跌影板其实它还是很容易又涨上去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 像这些像伪创啊 广达这些股票 只要跌下来的过程 那个量换手的越快 量滚的越大 上去就越快 因为其实趋势方向都没有改变 我只讲一个重点 你就想说今天卖掉广达的 今天卖掉伪创的 它有没有更好的标的 也同样都是龙头股的话 你能回头买的龙头股 其实大致就是这些 伪创啊 音乐达啊 广达啊 广宝科啊 华硕啊 大致就是这些 那你要舍掉这些去买其他族群 其他族群没有成长嘛 因为台电就告诉你说 其他都不好 真的全部都不好 然后今天其实还有一档指标股 叫343的创意 开盘就跌停 对 那为什么跌停满 因为礼拜五呢 他有法说 是 那他就提到说 今年原本预期是一个成长 下修成小幅度的衰退 对 那市场就吓到说 啊不是AI很好 怎么会突然间变成衰退 其实他没有说AI不好 但是他提到就是说 其他的客户 那个订单是有delay的 所以就导致他今年的下修 其实你会发现 他讲法其实跟台电很像的 就是AI其他的部分 是没有那么好 是 所以他又不是全部都是AI嘛 所以AI确实还是成长 但其他的部分呢 他跟不起来 所以就变成小幅度的衰退 是 所以他的讲法跟台电其实是一样 就是说还是看好AI 但其他部分他就是需要时间 只是说市场原本给他预期很高嘛 就是说因为AI会带动今年的成长 好像其他的都没有影响一样 所以股价就涨到大概快2000块嘛 就今天的这一个跌停 这个很重呢 真的很重 对一下就从高点2015 到今天跌停板是1635 对剩1000多块 这里高点已经快要接近400块钱的价差了 而且我认为因为原本预期很好 那反而变衰退这个太下可 所以可能大概至少要跌个两天吧 所以今天一根应该跌不完 所以其实今天的AI的股盘面 其实我认为气氛也有受到创意的影响 但是你还是要细去看 就是说创意其实他还是说AI还是好的 所以其他的AI股 短线涨多了震荡拉回 这个其实都难免啦 但是这些资金 你说短线这么大的资金 你说短线跑一趟 离开这些AI的龙头股 他没有地方可以去啊 因为其他的都不好嘛 只有AI好嘛 创意跟台电其实都是这样的讲法嘛 所以你说这个时候你要去买生技 或者是买军工 或者是买能源 那其实都不合适 因为他没有办法容纳 这么大的资金量 而且就展望了说有没有那么好 所以资金离不开AI 其实震荡隔一两天 那量换手滚出来 我认为很快的他还是会再上去 所以我倒是认为大家不用太过紧张 只是说还是那个操作的节奏的问题 对把他掌握好 你有没有去追高 你有没有去追创新高 有没有去追涨停 如果有的话你今天撒下眼 那很紧张嘛 是是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子做 比如说我们新云那时候是买在150 160 107 180 成本已经低到一个不行了 今天也是量灯涨停 对 那我们的当初的银帮 我们是买在29几 然后33几有卖掉寝城去加码 这个银帮嘛 对 然后找上去之后 我们就没有再买了 所以今天一度 早上也是量灯涨停 两根涨停到438嘛 对开盘就锁住 那刚刚一度打开的银帘就直杀翻黑 当然后面又拉起来了 是没错 现在还是有涨大概7八%左右 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并没有追高嘛 是 所以今天一度从438 杀到低点是392 一叉叉了四十几块钱 对 我们当然一点都不会紧张 因为我没有追高啊 对 我成本是在下面的吧 同样的华星光 是 我们成本是细长几扣 今天早上最高是多少 涨到214块 这已经是350几%的获利嘛 所以即便是他从大涨 创新高翻黑 而且打到跌停板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无损 因为只是一个脱离成本 很远的一个震荡而已 但是我的结论是 华星光其实 早上他应该不要去追跌停板 其实在这边 我的看法是这边买的 你不会吃亏啦 就正好是名言又来 对 这边买你不会吃亏 但你涨停板 突然要去买 那就不一定 因为涨多股票 难免都要震荡 所以我还是要讲 就是说AI的趋势 是非常明确的 没有其他族群可以替代 短线就算资金 有人跑一趟当冲 或者先走一趟 回头要买的还是AI 所以你还是要看准好的AI的股票 因为要八月份了 对 明天就八月一号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你前面是没有跟上的 你没有赚到的 今天正当你应该觉得 这个很好 这一波有机会了 这八月份我就有机会参与了 所以你应该要这个思考方式 你要调整到正确的方向 是 来看个股 比如说星星封装 星云早上就是亮灯涨停 是 刚刚一度翻黑 快又上来了 就像我说的我们成本低 16级17级18级 200以上我们也没有再去买了 所以今天涨到266.5元的新高涨停板 配3块6还回去是270.1元 那我们当初买161 是 那这样子总共是赚了109块1 是67.8% 对 将近毕竟七成了 所以都赚到七成了 100万都快要变成170万了 所以你先震荡一下 我还不怕 而且台电就告诉你说 它要扩产先进封装 as quickly as possible 比如说我要尽快的扩产 未来一年的产能 至少要增加一倍以上 其实据我了解 可能要到两三倍的目标 但是因为供应链可能赶不上 所以那就是大家尽力的满足台电的需要 所以后面业绩真的会非常的好 然后红素也是 早上最高来到714块 3131红素 对 这也是涨翻天 而且它是上个礼拜配18块 714加18 732块去了 这也是一个新高 而且首度破7字头 所以一度差一点 一度差一点又打回到平盘 但是股价还是撑得很好 而且我们是当初买进成本是在445 对 所以到714还原全值 再加18块上去的话 是赚了大概280几块钱 这也是接近7成 也接近7成 对没错 所以我就说台电报名牌就是强 所以这个即便是有震荡 创高不必追 不必追 那如果后面有几叠 那你就可以考虑 那如果说都没有几叠 那就算了 没关系 还有新的标的可以买 那这个你有跟到 你就慢慢慢慢的往上卖 但是如果没有跟到的话 就准备要跟着我们买8月份的新的AI标股 所以就是要有一个操作的节奏 好 那饥渴股的股王就是银帮 没错 今天也是再度的连两天亮灯涨停 对 3693 因为6月份就赚了2.75 哇这个数字太强 所以股价威力无穷 对是单月 对就这个一下子就两根涨停办 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上礼拜 我说秦成那时候是246块 我们初期嘛 然后141买是赚了77% 那时候我就说秦成都可以涨到接近250 但秦成其实今年我认为多一点大概就7块钱 7-8块 但是银帮今年从6月份的数字来看的话 如果7月份有机会赚超过3块 今年是上修到超过20 它的获利会是秦成的一倍以上 所以我就说我获利是你的一倍以上 对 而且我又接到更多的高阶的AI伺服器的机壳的订单 那获利率EPS什么都比你高 获利也比你高 那营收也比你强 我6月份的营收是创新高的 那秦成是没有的 所以股价应该要超过秦成的一倍 所以那时候呢秦成是250左右 对 那银帮是335 所以我们就把秦成卖掉 转去再加码银帮嘛 对 就今天银帮来到 你买是438嘛 秦成反而跌到剩下200块钱 是不是已经超过一倍 对 一个飙上去 一个掉下来 对 一来一回 你看差多少 是 左手赚77% 反手买银帮335到今天三成 三成 那297买的是47% 就是这个还是一样 我要说就是操作节奏 是 对 那有些股票涨得比较快 你可以逢高 先慢慢出 是 那等到拉回再码 我就说同样股票可以高出低进嘛 或者 赚完A换B 对 A是秦成 B是银帮 那到时候赚完B可以再换C 或者回头再买A 对 这个操作节奏 这个赚起来就不是只有几成了 因为那个加起来都是好几倍的空间 对啊 所以我就说333就是你三个三成就是一倍嘛 对 那如果你秦成先赚77% 那转进335的银帮今天又三成 对 那就一倍啦 超过了 不止啦 那个计算机给按按看 100万乘以1.77再乘以1.3 你看看变成多少 超过了 这已经超过一倍了 因为很多股票会轮着动 所以轮动的架构 如果那个节奏你掌握得好的话 是 那个赚的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老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那个节奏你有沒有把它掌握好 因为你掌握你那个脚步踏对了 你就会越踏越顺 那很多投资人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掌握这个节奏 其实真的很简单 因为投资说真的数页有专攻 我们就把这投资的这份工作交给老师就好了 对啊 因为我们就真的花所有的心思在这个选股跟操作上 对你就一通电话直接请教专业的 我到底现在应该怎么跟上来才好 你就是直接跟着专业做就好了 对其实你跟着我操作这几档 对 五层六层七层 或者是华星光这种 对 350几%的 我们现在就是从6月份一路现在赚到现在耶 对啊 还得继续转 你知道两档五成就是一倍的 其实就只回票价了 是 那其实就像我说的一个十年的成长趋势 嗯 那 不会短短一两个月就走完 以前的PC产业也好十年 是 以前的智慧型手机产业也好十年 就回想说当初那个大力光是涨到怎么涨到五六千块 嗯 后来的电动车 对啊 还没有那么久 但以前的一个大主流都是十年的一个光景 嗯 AI才刚开始 嗯 所以有很多翻倍的股票 是 如果大家在未来这一两年认真的做操作认真的选股的话 嗯 我们这一波我们AI表伙伴从六月开始嘛 嗯 六月大赚 对 七月大赚 也是大赚 对 那很多人从几十万变成上百嘛 真的 那更多人从百万就上千 对真的是大获全胜耶 真的这就是一路再往上翻嘛 对 所以原本资金比较小的其实现在资金都不小了 嗯 资金是中规模的 一越赚越多 资金都已经变成还蛮大了 对 所以就是就是这样子一波一波的赚的话 其实这个AI股票可以真的可以让大家提早退休啊 所以今天不用看盘面上这个很多AI股都是亮那个绿灯有点惊惊惊 反而是新的这一波操作你要跟好跟紧了 对不对 是啊 所以我就说八月份来了 是 那如果说没有一个好的拉回 嗯 前面没跟到的我还不容易让你有一个好的进场点可以进场 是 但是刚好今天这个震荡 嗯 那我倒是认为很多股票就会出现一个相对棒的买点 那你前面真的没有赚到的要你追高你也会怕怕 但是刚好拉回给你有一个好的买点继续的话呢 后面就更容易赚钱了 嗯 对 所以这个这个就正向看待今天的这个震荡 对 然后把这个节奏掌握好 对啊 那还有一些股票比如说华星光早上就214的新高嘛 是 那我们46块9最多赚了356% 对 这是卖向400块的态势 嗯 那后面营收都是爆炸好 7月更好 8月更好 9月更好 是 所以就像我说的 那前两天的涨停板 创新高 你不用去追 是 但今天的跌停板 嗯 我倒认为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嗯 我不会说啊跌停板了 怎么会跌停板少赚了 不是这样子 嗯 我就说 如果他趋势不变的话再跌下来给你买 是 那你就很容易赚钱 嗯 那上礼拜我们有买 3163的波洛威 是 那盘中 那个涨停一打开 嗯 反手我们就卖掉 哇 因为礼拜五买92 那涨停板104 嗯 涨停板附近卖掉 对 两天时间 12块赚起来 只有短短两天 对 13%也不错 是 因为大盘正在震荡嘛 对 先卖一趟 哇 这个节奏 就像我说的你可以高出低进嘛 对对对对 或者是 卖掉A可以买B嘛 对 换股操作嘛 嗯 标的很多嘛 是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很快速的一个操作 哇 然后华金光第三 5340的建容 是 早上呢是连拉短线第三跟涨停板 对 一打开 嗯 一样反手就出 我们就先出一半 真是太漂亮了 那55块买到今天涨停板75.5元附近 嗯 赚了20块左右 是 就37% 哇 那卖完一半之后 我没有想到后面会跌停 嗯 因为我也知道说今天尾创会跌停嘛 是 所以呢 后面也打到跌停板 那其实 从卖涨停板附近打到跌停板 是不是接近20块20%的价差 对 后面可以考虑再买回来 但不急让他先洗一下 是 资金部分 一样我要做8月份的新的操作 嗯 所以这个渐融部分 就也顺利卖在高档 是 也是获利放口袋了 然后呢 AI的连接器的标股是3689的永德 3689 对 嗯 然后我们前面几天都在布局嘛 是 那今天早上最高来到67.8元涨 5.9%也是一个新高 嗯 那61.6元买到今天的高点 大概刚好10% 嗯 当然今天又被大盘又打回到平盘 附近变成小涨 是 但趋势不变 嗯 因为呢 再来他要出 呃 因为AI伺服器要用净润式的散热 会泡在液体里面 他要用防水的 呃 新型的连接器 是 这个是单价高 毛利高 嗯 然后呢 他也会出 呃 实力嘛 所以我就说这也是个翻倍的AI标股 嗯 那这是比较低价位的 是 好 那另外一檔AI伺服器的高价的标股是6579的炎阳 是 那礼拜五大涨今天早盘来到一个237的新高 嗯 那刚刚就也一起被打到跌停板 那我认为这个就是大涨之后的拉回 嗯 跟呃 广达 伟创啊 技嘉那些一样 是 这个拉回其实只要换手量有出来 嗯 很快就会上去 这拉回是给你买的 是 对 那因为今年呢 他跟NVIDIA合作嘛 嗯 下半年会出很多AI的这个伺服器 嗯 那光6月就赚1.58 是 今年估计超过15块 明年超过20到25块 嗯 获利比技嘉跟华金更高 但股价只有200出头 是 那华金这波最高涨到快300 对 技嘉涨到382 对 所以相对来说 这个炎阳相当低估 所以这个 这个打下来其实是给你买的 嗯 那我认为银帮跟新云当初 还没喷的时候 我跟你怎么讲的 后面在股价喷上去的 嗯 我认为银帮跟 呃这个新云的走势 未来炎阳也会是类似的走势 啊 复制贴上 对 所以这个 好 下一档就会换这个 是好 所以这个 拉回的部分 嗯 大家要密切来注意 可以来关注 好 然后明天就8月份 对 这边预告 嗯 要做新的操作 是 一个是比较低价的华金光 第四 嗯 好 一个是比较高价的银帮 第二 哦 你资金大的 你资金大的 当然你大小通吃 两个都可买 资金小的 对 你就先从华金光 潜顶 建融 华金光 华金光第二 华金光第三 一路的赚一路滚 嗯 小钱滚在大钱之后呢 当然你就可以大小通吃 哇 太好了 所以8月份的两档新股票 华金光第四 跟银帮第二 是 希望大家这次一起来参与 好 今天就要赶快跟上来 怎么跟上来老师 好 那我们会员都希望 在年以前成为千万富翁 想当千万富翁 就来找郑老师 8月份 富爸爸 八八大优惠 好 带大家all in AI发大财 我们提前给 父亲节优惠 只要你来电 或者LINE上面留言 父亲节快乐 加上你的联络电话 就有 八八优惠 以及最新 AI标股 两档股票 统统带回去 电话就在广告中 赶快打电话 进来咨询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郑瑞宗郑老师 谢谢米达 拜拜 听众朋友 个股在震荡的时候 其实是你布局的好时机点 但是怎么样跟上这个节奏呢 你要有专业的带着你做 郑瑞宗郑老师 就是你要锁定的股市达人 而且我们在AI的市场中 从6月份一路赚到现在 只要你节奏踩对了 你就可以跟着老师 一档接着一档赚 尤其今天盘面上 都是你上车的好机会点 到底哪几支 是你应该要特别来关注的呢 交给郑瑞宗老师 打电话进来咨询 02-2362-8000 02-2362-8000 接下来8月份 要预告的滑星光第四 这一次你可要更好跟紧咯 小钱变大钱 就是现在 富爸爸的八八大优惠 赶快来电来加入 今天只要来电或在郑老师的line里面留言 父亲节快乐 加上你的联络电话 八八的大优惠跟这支AI标股 通通带回去 拿起电话拨打 02-2362-8000 02-2362-8000 赶快跟上郑瑞宗老师的节奏 一档接着一档转 02-2362-8000 这一次千万别再让新台币飞走 马上打电话进来咨询 02-2362-8000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 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顾 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